来,看过来,你养的兰花是不是每年到夏季就会出现这种烂根黄叶的问题 如果大家不懂得处理,那么只能把它砍了当柴烧 今天就教大家一个方法,怎样去避免这些问题发生 一旦出现这些问题,没办法拯救,只能把它砍了当柴烧 往年呢,我都教大家,每个月用一次杀菌药对水来浇灌预防 但是很多话有把握不好的方法,导致这个方法呢,效果不明显 反而出现要害的问题 其实想要避免这些问题发生呢,我们一定要记住两点 第一个,浇水不要过于频繁 因为夏季气温太高,浇水过于频繁 土里面的水长时间蒸发不掉,就会出现闷热的情况 出现烂根的问题了 所以我们浇水一定要遵循干透、浇透的原则 避免积水烂根的问题 还有就是定期预防 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更加简单、方便、高效的方法 来预防你的兰花出现根腐病、原腐病 非常适合懒人 非常适合养兰花小白 那就是用这个千百计的小黑颗粒 这种小黑颗粒呢,它是这种复配型的 既可以预防烂根,还可以预防兰花常见的碳居病、黑斑病、胶尖等等各种问题 而且呢,它使用简单、方便、关键是通用的 家里面的所有花卉绿植都可以用 使用的方法呢,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每三个月在花盆的表面给它撒上一小勺 通过浇水之后,它就会释放到土里 就可以预防常见的烂根问题 还有呢,它会输送到这个叶片上面 预防家里面的花出现斑点、胶尖等等的各种问题 尤其是现在进入夏季之后 比较容易出现烂根、叶片化水的多肉 还有呢,谢佐兰、长寿花、月季等等 比较容易得病的一些花卉来使用 关键是,它使用简单、方便、非常适合养花小白 蓬款这个千百季的小黑颗粒 点视频左下方商品 现在有活动,买两瓶给大家发三瓶哦